观众我们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前秋 主持人介绍这一节 各文集讨论国际国内 最新话题大白话的来宾 第一位是 焉鲁政治学博士 郭正亮亮哥 平安 资争媒体人谢寒斌 军哥 主持人好大家好 前海军舰长 吕理事小舰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全球一定关注 就是美国大选的最新选情 这个民调不得了了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黄金交叉了 根据美国媒体ABC的民调 川普支持率从40个百分比 已经下滑到了36百分比 而贺锦丽则上升到了43 相差了7个百分比的领先 这个显然贺锦丽这个换掉灯 换掉拜 拜灯的这个灯 是真的有了这么大的起色吗 那么对于贺锦丽的热情程度 更胜川普 48%的人对于贺锦丽 感到热情有劲 39%的人对于川普 感到热情有劲 而原来热情有劲 是一个观察的重要指标 林维收命的贺锦丽 甚至是狂吸斗内的赞助金额 目前募款2亿美元 相当于台币66.14元 而且大部分来自于什么 把66%是第一次捐款的小额捐助 吸纳了17万人加入职工 所以民主党整个17大政麻 募款活动象征着超过440万的 印度裔美国人被称为希望跟代表吗 因为他的父亲叫黑人 母亲是印度裔 那这些照片可以看到说 所谓的身份认同 美国人也担心川普再当选 可能对于非白人族裔的影响吗 那川普现在的战法 当然就是拼命的痛骂人身攻击 当然是痛骂赫锦丽是激进的左派疯子 而赫锦丽的回应的只是说 对方一直胡说八道啊 风言风语啊 太奇怪了啊等等的 那甚至一些媒体 我们前两天说是在网路上 亮哥特别讲网路上流传很多这些不堪的过去 可是其实现在美国媒体 纽约邮报也直接都在报道了 内容是什么呢 拜登退选前支持川普的纽约邮报 就称贺锦丽的前爱人布朗说 拜登应该立即辞职 让他成为总统 而NBC的主播呢 凯利直接说 质疑贺锦丽跟旧金山前市长威利布朗 过去的关系叫做公平竞赛啊 因为医疗委员会啊 还有另外一个零资格的职位 就是说应该没有资格担任的职位 每个月开两次会 就可以赚取13万美元的收入 那因此凯利公开的表示 说什么布朗承认 帮助贺锦丽当选检察官 并跟他有特殊的关系 是直接公开的表示 所以现在这个贺锦丽的过去 一直会被拿来当选战的话题 而抗中这件事情呢 两个人又有什么差别 最新的消息是 包括了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的 他强调 拜托这个时候 美国你们那一部什么选举怎么打 不用再抗中了吧 中国的挑战或者取代美国这种事情呢 从来不会也无意去干涉 美国的大选跟内政 所以美国也请你停止 所谓的对于他们国内事务的 无理干涉 停止打中国牌 但看起来目前是没有停了 因为最新的一个消息 从26号开始 但是这两天突然 整个被这个报道 跟发酵出来的是 在美国的服药剥离突然被突袭检查 这个是由中国的 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门突袭检查 说他当中包括了有金融犯罪 还有劳工剥削 针对这一家中国服药本来是 中美合作非常好的一个象征的企业 结果这样的大动作的调查 跟约谈搜索等等的 进一步会怎么做 服药发声明澄清 这个事情只是外包公司 不是我们自己本身公司的作为 但现在服药美国 主要配合美国政府 针对一间第三方劳务公司的调查工作 服药美国并不是调查的目标吗 这个声明是这样 但不知道 因为它是露气在美国合作的象征 现在到底代表着 美国对于中国企业的更多的打压 还是有可能改变政策 大家都还在观察 但拜登政府跟贺锦丽 现在如果要展示自己抗中能力的话 也是选战的一环的话 过去川普曾经跟习近平 正在G20吃饭晚餐的时候 这是2018年发生的事情 同时发生什么事情 下一秒钟 孟晚舟在加拿大过境的时候 被拘捕了 这也是两个人 接下来对中政策 很重要的观察指标 亮哥来看看选行最新 在对于川普来讲 是不是选行落后7个百分比 这个民调的象征意义 那个ABC民调有问题 有问题 他是问好感度 他是问优惠 不是支持 因为我们一般民调 好感度跟支持度是不一样的 支持度通常是对这个人的总体评价 会愿意投这个票 对对对 所以你如果问你对这个人评价如何 那大概跟支持度就会蛮接近 可是你如果是问好感度 那坦白讲就是川普的令人厌恶度比较高 那贺锦丽厌恶度比较低 那现在贺锦丽这一波就是 那个非洲裔勇于表态 年轻人勇于表态 妇女勇于表态 所以他这一波确实是 事实上就是回魂啊 民主党整个那个回魂啊 所以现在那个美国的大的投资公司啊 就是那个川普交易暂停投资这样啊 就本来他们预期 川普可能两院都要赢嘛 那现在就说可能不一定那么顺 想起案之后本来哇 大产望的川普交易 就是说大概全赢啊 全赢啊 可是贺锦丽还是有一关还没有过啦 就是我们讲的 你人家对你的评价啦 这评价就牵涉到你的能力 你的精力啊 那你刚刚讲到那些 私生活 私生活是精力之一啦 那我觉得呢 美国人可能更在意的是 你能做什么啦 就把美国交给你 大家会放心啦 是这一种的啊 那因为贺锦丽目前 因为你知道马上这候选人 大部分跑的都是基本场啊 所以现在到处都是民主党 安排的场 所以你可以 你看那个现场人都非常多啊 不输川普 我觉得凸显的一个是 那个害怕川普当选的恐慌啊 也是很严重 这是事实啊 可是 两个人就是现在回魂之后 大概差距也会蛮小的 可是 我觉得接下来就要看那个直接的变数啊 比如说 呃 他还没有接受过比较严肃的专访嘛 是 那人家一定要问他一些比较 国政的大议题 国政大议题 比如经济啦 未来的大外交啦 就业啊等等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承担拜登 所留下来的烂坑嘛 俄乌战争 加沙战争 你要怎么处理啊 那因为我刚刚就看到 美国德州那个共和党鹰派的参议员 那个Tag Cruz 刚刚在咨询那个布林肯嘛 把拜登的外交 根本讲成就是一个大挫败啊 就你根本就一塌糊涂嘛 你搞了 俄乌战争搞到现在你不知道怎么收尾 而且几乎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战争啊 那加沙战争也是 大概1967年以来最严重的中东战争啊 那你当总统搞到这两个战争 比如说这种问题贺锦丽有没有能力回答啦 我觉得这个就是大考验啦 那因为人家会去举他过去的例子啦 比如说你去处理中美洲那三个国家的移民嘛 就是非法移民的问题 那坦白讲是处理得很糟糕啦 说实在啊 所以我是觉得 随着这一股激情啊 因为现在是 现在人家用那个词来形容贺锦丽 就是蜜月期啦 就是刚换掉拜登 哦大家松了一口气 终于不用再担心心智出问题了 那民主党就回魂嘛 然后他最近几天募了两亿美金 你就知道各方的力量来挺他啊 让他有自信这样啊 可是我觉得有自信之后 接下来就是你的耐力了啦 然后你对一些大事情的基本的判断能力啊 坦白讲我要冒点冷汗这样啊 有没有料就知道了 不因为你去看他群众的演讲嘛 基本上都是在讲那种 比较空洞的口号 煽动的语言 就是民主党一定不能怎样怎样怎样啊 不能够让他把我们搞到过去了啊 然后当然 他们彼此之间的扣帽子是非常严重的啊 你刚刚讲到川普就直接说他是激进左派 由此以来最左的总统候选人啊 那共和党也准备了很多资料啦 包括你以前是不是重放了某些罪犯 你是不是重放了某些非法移民 那后来导致了一些治安事件 因为这个法国就是这样搞的 法国那个GOE就是被人家用这种文宣来搞啊 所以他主张要对移民要严格管制嘛 这个贺锦丽有很多资料 我们现在不要讲他个人私生活 讲他当检察官期间 所留下来的一些资料 还有比如说 你是不是真的允许七个月以上的人堕胎 怀孕七个月以上的人 这也是很严重的事啦 所以共和党有一些话啦 我觉得是要用事情去证明 那川普主要的问题当然就是 一天到晚在说谎啦 可是我觉得支持他的人好像已经习惯了 就好比他被判四个罪嘛 都是重罪 那川普的支持者好像也无所谓 简单讲就是川普这个人 因为他当过一任总统 所以他已经被检验过了 他大概就是这样 而且坦白讲也被搜索过了他家啦 然后也被联邦法院都起诉过都判刑了 可是贺锦丽我认为他的过去的记录 很多美国人还不知道 这个就好像说你刚来选 过去比较没被注意啦 对对对 你顶多只有加州知道嘛 那可是后来有的话啦 你以后就会看到 越来越多有关他过去的事迹 那到时候看民调可能更准解 是啊 我在节目上听到来宾比喻最妙的那个比喻叫做 换败就是跟换灯一样 那个灯啊亮不亮 一下子亮 一下子不亮 那今天亮不亮不知道 那现在至少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整个至少民主党的士气稍微稳定了很多 民主党至少他就是现在变数会变比较少 至少是比较可控的变数 那所以他当然就站稳了重新站稳脚步 可是你说这样子就能够重新杀出一条血路 那甚至碾压川普吗 我觉得还有待考验 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那这一个ABC这个民调 其实就跟最近我们台湾内 不是有很多机构去帮赖兴德做民调 然后赖兴德也是大胜啊 也好感度破表啊 那真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那就是问法不同的关系啊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看看就好 就是他毕竟还是要接受更真实一点的考验 因为他未来要开始提出他的政策啊 这些东西的时候 恐怕大家对他的观感会开始有点不一样 因为目前其实大部分的美国人根本不知道他的主张是什么 其实都不晓得 因为那过去都是拜登的主张嘛 会等于拜登吗 对啊那他会完全接受拜登的主张吗 还是他另有他自己一套主张 那就是看时间证明他到底要怎么做 那至于说他的少数主义的身份 当然对他对这些其他的这些有色的少数主义来讲 当然会有加分的作用 可是问题是 那相对来说 那你也会让很多白人可能就不会选择他 会选择去支持川普 因为川普一直都是白人的象征嘛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本来他们固定的这个票源啊 恐怕也没有真正多开发到什么东西 那倒是他一直去跟川普这样子彼此这些你攻击来我攻击去的话 他如果我是觉得啦他如果要留于川普的这一套这种激进言论的话 他是玩不赢川普 因为川普的激进言论可是很会讲的 贺锦丽恐怕要从其他的方向去进攻 那他现在很多私生活的事情被抓出来讨论 其实尤其是威力布朗这个东西 因为其实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威力布朗很喜欢讲 他自己没事就在讲 他已经90岁了还在讲 他到处在讲 那你说美国的媒体怎么可能不报 因为他一直讲 是沾沾自喜很得意还是怎样 所以这有什么办法呢 很乐啊 当年女友选总统 是啊 他比他小30岁 所以这个你要怎么讲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必然未来还是会始终困扰贺锦丽 这个跑不掉的 这个没有办法 那至于说抗中牌呢 其实抗中不管是民主共和来讲 都已经是固定的策略 这一点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所以谢峰虽然说你不要再打下中国 不要再打中国牌 抱歉他一定会打 百分之百会打 他不可能改变 他还是会往这个方向去攻击 特别是选举开始 就是走向越来越激烈的时候 恐怕为了要展现自己抗中的 这个是第一品牌 恐怕我觉得拜登政府还会继续出招 他会做出一些更激烈的手段 那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现实 因为为了选举很多东西他们就是敢做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 大概大陆这边自己也要想清楚 美国对抗中国大陆的方向是不会改变 这个不是你中国大陆要不要去跟他争的问题 是美国不能够容许你爬起来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对抗是不可能休止的 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心里头也做好准备 这部分也就是川普 我们可以发现自从换上贺锦丽之后 贺锦丽就是急起直追 那现在其实已经进入到所谓的 他这一个民调是正负3.1个 误差水准在正负3.1个 百分比里面 其实他现在就已经在这个区域里面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有关于川普跟拜锦丽 是无分宣制的 那如果说我们看当初还没有换拜登 那个拜登还没有被换之前 那其实在这几个铁锈州 其实是一面倒的像川普 可是现在我们来看 其实已经不是这样了 现在已经 如果说我们看到明尼苏大州 密西根州 以及宾州 其实都几乎已经是打成平手 只有在明尼苏大州有大幅度的超前 不过共和党这样的 为什么我们看到贺锦丽 他的民调可以持续上升 其实这个都是敌人犯的错 也就是共和党到底犯了什么错 第一共和党不断的打贺锦丽 有关于多元平等 以及包容的这个价值 那共和党对于这三个价值 是有疑问的 但是偏偏支持民主党的人 认为这三个 这三个其实是优美的词 这个是他们信仰的核心 所以也就因为这样 帮民主党来团结这个部分 第二个 共和党不断的强调 拜登现在应该立刻 辞去总统一职 但是大家都分得很清楚 也就是我们是要让贺锦丽 来干未来的四年 至于说未来的六个月 现在来看拜登应该是可以 勉强维持过关的 所以这样攻击 大家也觉得你对于 一个老先生来讲 会不会太过火一点 第三个 也就是其实跟范思有关 也就是跟川普所挑选的 副手范思有关 为什么 因为他一直在强调说 这个贺锦丽是个猫夫人 也就是只养猫 然后不生小孩 这个其实也就是美国很重视的家庭价值的部分 那他们 范思有个提问说 如果这些人都不生小孩 你们愿意把国家交给这种人来继续带领大家前进吗 那这是一个疑问 第四个也就是民主党喜欢把贺锦丽的笑声 或者是很大的一部分形容成怪胎 企图这样来得到选战 偏偏贺锦丽就利用这一点 然后在社交媒体上面不断的扩张 然后得到年轻人的认同 这个就是最厉害的部分 至于有关于未来如果说贺锦丽当选 贺锦丽对中国大陆该如何 那如何的对待 贺锦丽没讲 但是他对于这个 以巴之间他讲得很清楚 他讲说现在应该是达成停火的时候 他不会对于加萨的苦难保持沉默 其实这个已经点出了第一点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抵达了中国大陆去访问 就代表着一种外交关系的新的改变吗 到了人民大会堂 哇所受到的欢迎可以看到画面上 不得了啊 旁边是很盛大的军仪 奏乐军歌来高规格 欢迎他走红地毯 那这么长的这个红地毯 也给了他十足的面子之外 还带他去叫做御仙都 这个餐厅参访的第一站 让他好好吃品尝 中华一品宴宫廷料理 那甚至还有唱生日快乐歌呢 据说这次团圆里面 有一个人生日啦 就帮他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 所以梅洛尼跟女儿一起带着去的嘛 都拍手看得好开心啊 甚至还坐上了龙椅 当然我们知道到中国去观光人都知道 很多地方观光景点都有 但这两位坐龙椅真的是很开心 就好像去迪士尼的感觉一样 而梅洛尼说什么呢 他说这一次出席的中益企业家的会议 开幕式代表着希望跟中国大陆的合作 听听这段谈话 这次出席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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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过去谈到未来 过去谈马可波罗 未来谈AI 新直升产力 可能的合作 因为美洛尼在北京访问期间 签署了为期三年的一个 合作行动计划 直接呢 意大利在中国的外国投资投 存粮是150亿欧元 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合作 例如意大利的企业集团 5月就宣布啊 跟大陆的电动车 要做领跑汽车成立合资企业 欧洲开始合作销售电动车 显然电动车是中国大陆的强项 意大利先选择跟它合作来象征合作 而奥运当然现在是全世界的焦点啦 大家再看我们的很多选手的表现之外 也看法国办的怎么样 中美也在奥运场上有博弈吗 光是预测得牌数 根据三月的金牌的预测 跟七月的金牌的预测 那现在看起来还有很多的竞争 是连场次啊 或者活动上面的各种较劲也是存在的 其中这个女子100米蝶勇 被说在要减上面不公平吗 中国选手江宇菲夺下了铜牌而已 他很伤心的落下了眼泪 当然也有网友给他打气之外 甚至也说坦言 没什么不甘心 成绩不理想的原因 还是出在自己身上 但大家专家拿来比一比 为什么 因为他的要减数字 的确平凡的程度 比其他人都高太多 以至于影响了他 这个赛前的各种训练的 这个情况吗 你看看比比 中国瑞士美国 这些选手们的要减次数呢 居然其他国家是零 他们可以达到这么多 四六四三次 为什么特别中国 特别针对中国的选手来要减呢 当然会有所影响咯 那还有微博热议啊 法国人天天都有 突出的地方 例如惹韩国人生气啊 奖牌的排行榜上面 第一天 南韩的栏位上显示 中国国旗 他们很生气啊 上次还把这个南北韩念错 出场的时候 把南韩介绍成北韩 对不对 那法国媒体还把南韩的国旗 认成百事可乐的logo啊 还有巴黎奥运官方 把这个选手的名字开幕 是把南韩也叫成北韩 那看不到南韩的国旗虚化 还看不到南韩运动员的正点 所以韩国人不开心 那韩国人还找到说 我们国旗被挂反的原因啊 原来是上一次平昌冬奥运的时候 他们把法国人的国旗 挂成了俄罗斯国旗 所以是报仇嘛 总是要有出来混就要还的啦 还有今天这比较听到 比较离谱的消息 也让当地的这个民众 特别的不满 因为国歌放错 真的很严重 在南南放错国歌 是南苏丹的球迷抗议 怎么播成别人的国歌 那因此非常的生气 那巴黎奥运一直有被出包啊 英国人笑 行不行啊 不过英国好吗 工党的一个消息宣布告诉大家 英国其实也支离破碎了 新任的财政部长命令官员 对公共资金需求进行评估 为什么发现有200亿英镑的缺口啊 这个赤字代表英国已经 濒临破产的边缘吗 那像这样的财务的状况 英国又该怎么解决 也就是说跟美国战队合作的欧洲 现在怎么严重的挑战呢 看到意大利就知道是不是风向也在变 亮哥 这个英国工党显然没有美国有创意啊 美国就修个法 拉高债务上限就结束了 也是 简单 印钞票 那你就看到 就是不一样嘛 就英国人不能接受这样的情况嘛 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 大概知道长期 至少到2030跟美国激烈竞争 然后被打压应该就是定数了 常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的大战略就是要稳住欧洲 所以虽然这个 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啦 可是中国大陆还是 敞开心胸欢迎你回来啦 所以我觉得他大概就是这样啦 就是因为德国现在在换戒中嘛 他明年9月要选举嘛 那现在卡住那个外长 根本就很难打交道 可是他对法国啦 对西班牙对意大利 对荷兰对瑞士 我认为都是权力在交往 那其他本来关系就比较好 就不用讲了啦 比如说匈牙利啦 希腊啦 塞尔维亚啦 那本来就是他关系比较好的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要稳住欧洲啦 事实上连英国 英国现在还要重新回来考虑 要不要使用华为呢 所以我觉得整个欧洲 中国大陆正以最大的包容跟宽容 来跟欧洲交往 虽然意大利跟中国的贸易其实并不大 大概只有700多亿 那目前那个贸易里面大概500亿是中国到意大利 就表示中国人其实对意大利的产品没什么很大的需求啊 你知道吧 那可是他就硬要找项目 因为事实上如果是他的电动车去欧洲投资生产 那也没有影响到出口啊 就基本上意大利还是要增强他的项目啦 没错 不然你怎么卖中国 我总不能永远都买你的精品啊 那意大利的 坦白讲意大利菜还蛮好吃的啦 可是不知道怎么出口 这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他那个斯特兰提斯那个汽车集团 就是菲亚特 他现在被并购吧 在里面啦 那也是中国那个领跑汽车 跑去意大利跟他合作啊 那估计要在欧洲20个国家 推出跑车 那基本上 应该是在欧洲生产啦 因为斯特兰提斯来投资那个领跑汽车 占有股权20% 所以我觉得大概我看得到的项目就这一类啦 那新冠疫情期间 刚好意大利有一个药啊 听说可以治新冠啦 那结果中国大陆跟他采购暴增啊 增加了20倍 那可是就是那个事情而已啦 过来就没了 后来就没有了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恐怕还是牵涉到国家的实力啦 就说为什么 中国跟德国谁边做一个贸易就超过2000亿 对不对 对法国大概800多亿吧 可是 法国我认为空间要比意大利要大得多 因为法国可以卖给中国的比较广啊 比如说他有核电啊 那未来中国如果要发展核电 双方可能会有一些相当不错的合作 还有航太工业啊 意大利又不能卖武器给中国对不对 对啊 他有一些武器也做得不错啦 不过我觉得总的就是这样啦 就是 虽然一带一路受到压力 他要配合G7的基调就退出嘛 可是 我认为中国还是给他温暖啦 所以 就签了那个三年的协定嘛 对不对 所以 大概是这样啦 所以 那这个 巴黎奥运出的包太多了啦 我们就不讲了啦 是不是要减 这个我们也无法证实啦 当然 可能造成太频繁 影响他的训练 影响他的心情 这个当然有可能 可是 为什么中国奥委会不抗议 而且 你跟美国的选手要减的次数 差异这么大 这么悬殊的话 你为什么不抗议 我觉得这一点实在是值得检讨啦 我说实在话 是 事实上 他们并不是不去对美国做要减 是美国拒绝啊 只有他们对美国也不敢怎么讲话 就美国有几个选手 根本连甩都不甩你啊 可以拒绝 就直接硬杠啊 所以不然你来惹看看嘛 你敢对我美国的游泳队 施加这种要求吗 澳大利亚谁要接受要减 他们都非常的强势啊 那为什么中国对脆弱成这样 为什么你要任由他来要减 而且张宇飞做到四十几次 这完全不合理嘛 就你竟然不抗议 我觉得这个就是上次那个事件啊 那心里就有阴影了 就认为一定要自正清白啦 如果你不是心里这样想 你怎么能这样糟蹋你呢 对不对 奥运出包又有一个新的消息是 加拿大有女足队 以无人机去偷拍对手 遥控无人飞机啊 去拍人家对手的训练 还是各个队伍的行进 各种的状况不知道 但无论如何 小组因此就被扣了六分 教练竞赛一年 一直频频出包 并哥 扣六分基本上就结束了 基本上就结束了 因为这是足球 这不是篮球 所以这个 这个其实不算是主办单位出包 是这个加拿大女足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很奇怪 你做这种事真的非常 这个很明显是不可以做的事情 可是他们就做了 所以这个是很糟糕的状况 那这次巴黎奥运真的出包出太多了 其实我觉得感觉上就是 法国人好像对这些事情不是很在意 对这些细节不是很 很关注 照理来说 因为这么多的国家参赛 你理论上来讲 你应该要找你们外交部的人员来 一个一个帮你们核对 就他们显然没有做这件事情 那老实讲把人家的国民叫错 放错国歌啊 很严重 对放错国旗 这都是非常失礼的事情 但是你说是因为平昌奥运 他挂错国旗 所以现在报复吗 我不认为法国人度量有这么小 我觉得就是很单纯的 没有注意到而已 但这种真的是很糟糕的行为 法国自己要去注意 不能够一直这样子 因为这个有的时候会引起 你现在是这些国家也就算了 如果是阿拉伯国家 回到国家 有一些国家蛮激烈的 所以我觉得 他最好不要再出这种包 这是蛮离谱的 那当然大陆这一个 就是有点欲加之罪 因为 就是美国那个态度已经强势到 连国际澳委会都非常胆感 就觉得 你们到底是要怎样 就是因为美国一直不断的指控说中国大陆就是用禁药 那问题是 这几年中国大陆他们 这些游泳队也是到处去比赛 所以他一直在做药检 那根本没有一次验出来 那为什么美国还是如此坚持 那甚至 他们 这些澳洲的美国的还说 如果中国大陆在里头拿到奖牌的话 他在颁奖台上就要直接跟他们抗议 所以我就觉得 这搞得已经太过头了 已经变成是完全的针对性 而且这件事情当初是中国大陆自己 自己像国际 这个竞争组织讲说 我们有出现这个疑云 然后后来澄清 那应该是一个 香料造成的一个结果 那问题是 我也很赞成像刚刚亮哥讲的 那中国澳会就这样认人欺压 人家叫你干嘛你就干嘛 你们平常不是很在乎自己的国格 自己的尊严吗 也不能这样认人予取予求 我觉得这也是蛮奇怪 那当然 你可以看到大陆现在是用非常高的规格 来接待美洛宁 好像要把这个一带一路退出 这件事情完全抹掉 因为大陆现在的战略很简单 他知道他自己真正的对手就是美国 所以只要 就是其他除了美国之外 其他的这些国家呢 你不要跟我太好 没关系 你只要不要跟我太坏 你就好 你不要跟我 我至少让你不要跟我直接对着干 为敌 对这样就OK了 因为这个是正确的战略 像美国那种把中二印凑在一起 这种才是完全错误的一种战略 可是美国就真的这样干 我也是觉得很奇怪 美国人不知道在想什么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认为 接下来所有的国家都一样 只要你愿意对中国大陆 有一些善意的交往互动 中国大陆大概都不会拒绝 小县长 如果说我们现在大家在讨论 奥运的部分 事实上我们应该讨论奥运结束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英国经济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来讲 从1960年代罗马奥运开始之后 承办奥运的城市 最后都是债务 债务高低 那在这中间只有一个国家 一个城市例外 那个国家叫做什么 那个国家就是美国的洛杉矶奥运 洛杉矶奥运在1984年 事实上来讲 它因为是在德黑兰退出之后 退出一起申办之后 它利用了现有的场馆 而且它第一次援引了 转播权这件事情 也就它创造了大规模的收入 那也因为如此 然后它是正面的 那但是如果说我们来看看 这个上面这个橘黄色的这个是夏季奥运 下面这个蓝色的是冬季奥运 我们如果来看一看 这个奥运每一次承办的结果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如果说看离现在比较近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看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 事实上它这个橘色的这个出现 是它当初投标的时候的预算成本 那如果说这个中间的这个颜色比较深的 是它最后的成本 我们可以看到 在北京奥运它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在我们现在要讲到的伦敦奥运 奥运的时候 事实上来讲 它就相差了一倍以上 那接下来我们更不要讲 看到这李约热内卢 它的更夸张 它差了四倍 也就是说它耗用了大量的金钱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奥运 那事实上我们来看 这个2028年又回到了洛杉矶 可是洛杉矶还没有 这距离比赛还这么久 它已经超出它原来承诺的这个投标金 所以这有多可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牛津大学 在2020年 它就已经提出报告警告说 你们申办城市及国家 在申办之前一定要好好想一想 现在的这一个business model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支撑你获利的 那你这样每四年办一次 到底它的意义在哪里 那对于英国来讲 英国其实当初它 自从我们刚刚讲到说 有关于它申办了奥运之后 那它又脱欧了 这一连串再加上 它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 从它的表象来看 它的事实上来讲 它的收入是 国家的收入是 事实上是有增加的 但是它有军事 还有它也是高龄化的一个 医疗的付出 这个也就变成 它现在 如果按照它的一个 财政部长讲的 叫做破产跟支离破碎 美学员对亚洲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来看看日媒怎么分析 这是日媒评论员秋田浩之认为 川普如果胜选的话 针对台湾问题会有产生什么影响呢 光是过去他对台湾发表的言论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是笔尖 或者是我们要交保护费等等的 所以他认为可能会把台海议题 视为跟中国谈判的筹码 其实我们节目上来宾 一次的看法也是如此 环球时报认为 美国对于台湾的协防承诺 只是一纸空文 假的啦 但美日呢 要强化战力 要抗中吗 那当然现在在拜登的执政后期 会是怎么样的发展 看到的是 至少日本的陆上自卫队 跟驻日的美军 展开了年度坚定之龙的 石兵演练 在九州冲绳 这里大规模的展开 但也是15年来 首次是美日韩的国防部长 在东兴举行了会议 而这三边安全合作框架呢 也签署了备忘录 要使合作的制度化 更多的空间 包括资讯分享啊 交流啊 现在是国防部长 就是拜登叫不出来的 那个Austin 他们做下了这样的协议 但未来合作的模式 还会是拜登模式吗 连贺锦丽怎么想 都还有待观察 所以王毅给他的警告是说 北约啊 当前地缘政治的对抗增多 各种军事安全的小村子这么多 所以北约插手亚太的话 一定会引起对立反抗 所以各方要高度的警惕 避免产生更大的冲突 那中俄呢 刚刚我们来宾就讲了 是不是在美国的推波之下 反而让中俄走得更近 看到普京 向中国海军军人质疑啊 这个是普京抵达了 这个圣彼得堡 参加俄罗斯的海军阅兵仪式的时候 中国建员特别喊 总统你好 中俄有一万岁 拜登 对不起普京 也对他表示了这个致意 很热情的回应 各种的联合军演持续展开 而有个独家消息是 来自一个杂志Miro 他说中俄可能会成为 新的侵略轴心 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当然也是西方的媒体 用这个角度来产生恐惧感 这个专家安东 你说这个中俄轰炸机在白令海进行的联合空中巡演 其实这个事情我们节目上讨论的时候 也让的确西方的很多专家啦 或军事单位都很紧张 那因为这个联合空中军演呢 被拦截象征着中俄新的侵略轴心 即将形成 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慌 正在蔓延当中 是这样吗 是被扭曲了吗 还是的确造成的紧张呢 来自欧洲新闻的报导 讲啊北美防空司令部怎么拦截轰炸机的 那还有暗示他们不遵守国际法啦 英国独立报也说 中俄轰炸机一起联合军演飞过来 并非合法的军事演习 还强调轰炸机具有核能力 就像我们节目上讨论的 它可以携带核武器 这样的轰炸机的演习 代表的是什么样的象征意义呢 而这个美国媒体还说 以往部署在阿拉斯加执行轰炸机拦截的 通常都是F22啊 或F15啊 但这次呢拦截的中俄轰炸机的 每家空军三种战斗机 都不是理想型 所以发生什么事 是美军自己的弱点被暴露了吗 而解放军被说是在提升战力 有个独家画面 我们来看看画面是 一次是歼20啊 它的领主舰 在新型战机的核心零件里 透过3D打印 可以快速的完成 这个技术越来越成熟了 是不是可以管广泛的运用在包括航空 军事各种领域呢 所谓的核心零件缩短生产周期 量产更快 哇那这个对于这个军事相关的设施 或者是军力的提升 当然有关键影响力了 那甚至还出现一个政策 美国专家说 解放军正在明显的加快备战节奏 告诉大家 2024年下半年开始征兵 而这个征兵是针对 第二次入伍的老兵来进行 是在扩大更多的兵源吗 是一种特殊的结构 备战当中吗 量哥 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川普 会不会对台湾协防这件事情 日本的学者好像比我们紧张 他还没有当选 所以讨论这个也没有意义 不过我觉得美日强化的演习 你可以看到他演习的区域 都距离中国非常远 所以跟中俄战略轰炸机 直接飞到阿拉斯加的防空饰备区 这完全不能比 完全不能比 所以到底美国是不是拦截 我觉得是吹牛 因为看到那个照片 根本就是半飞 而且他去的时间长达五个小时 区里有五个小时的吗 如果是拦截了 区里了 怎么可能是五个小时 我觉得这个事件 算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 因为中国的那个轰溜 是从勘察家半导 跟俄罗斯一起起飞的 这个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然后都是战略轰炸机 理论上都是可以装核弹头的 而且他拥有的飞弹 比如说长箭石 长箭石可以飞3000公里 所以他没有进入领空 一样导得到美国 所以这个是真的具有威慑性的 所以美国军方是 还有有一些国会议员是 非常的震惊 可是他也没有办法 后来那个中俄就说 我们这个是联合演训 就是比照伴依 你不是一天到晚飞到我们这边吗 实际上美国也会进入 中国跟俄罗斯的防空识别区 也没有进入领空 那美国就说这个叫自由航行 所以中俄也说我们也是自由航行 所以你说那些亲美的欧洲媒体 在那边胡扯一些 那你就去讲你在亚洲 你做了什么事吗 你在亚洲难道没有飞进人家的 航空识别区吗 那你的东西就不叫做 他用的词叫什么 邪恶的侵略轴心 不止了 还有世界大战 引发第三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我们举跟这两架战略轰炸机 类似的B1 美国的B1战略轰炸机 请问到南海多少次了 我看至少来过十次吧 那B1一样 它也可以射上千公里的飞弹 一样是核弹头 那你说中国道路紧不紧张 也很紧张 所以我坦白说了 这种事情只是让西方习惯 或者说你让你有同理心去理解人家的感觉 就是这样而已 那我认为这种事情会继续发生 中俄也不会试作 而且事实上你有了它现在也都有了 未来如果有核动力航母 搞不好还会开得更近 所以美国自己就看着办法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中俄的联合演习当然引起了西方非常高度的关注 甚至认为严重到会引起世界第三次大战呀 现在美国还有很多的欧洲国家在讲说 解放军跟俄罗斯的部队 轰炸机进入白令海峡 他们好担心 那我们拿出证据来 这个是我之前的统计 就是2018年到2019年 B-52到底是怎么样通过的 我帮大家算了 以这一个B-52的话 它在2018年 它到底在中国大陆的附近领海 进行了几次 18次 也就是平均每个月一次半 这么多次 然后这2019年 这下面有的一共是9次 但是后面还有 但是那个竹帆不积备载 所以我就不拿出其他的 但是我们看他们到哪了 他们其实你看到没有 东海防空识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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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了 你可以进入东海防空识别区 就是美国的B-52 你可以进入 但是现在中俄的编队 不可以进入白令海 你讲的这什么话 这个不是一天到晚 都在讲说飞越自由吗 结果等到别人按照你的这一个方法 来在你的防空识别区运作 就不行了 这不是双标 什么是双标 那我们来看 其实这一次 那个美国为什么这么担心 因为其实他担心的不是俄罗斯 他担心的是轰流 大家说轰流这么旧 这么旧的一个轰炸机 我们台湾很多网民这么讲 可是你有看到吗 他的左右翼下面带的是什么 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下面带的是什么 他下面带的是电站夹舱 意思就是这边这一块 他下面带的就是电站夹舱 也就是他带的电站夹舱 如果你的美军有任何的雷达开启 你有任何的作为 其实他的电站夹舱都在掌握之内 所以美国为什么这么担心 美国为什么不派F22上去 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原因就是他怕被解放军的 收集他的F22的相关的电磁参数 他们所进行的这一种 我们叫做伴随式的干扰 也就是他其实没干扰 他就接收而已 光接收你就受不了了 而且其实解放军一直在做的什么 他其实在做的 就是拿底练兵啊 这一次就是拿你美国跟加拿大来练一下 害怕了吧 不要怕 后面还有更多精彩的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当我们看到在不管是中美中俄的共同各种演习或者是日本在亚洲这里美日韩的演习其实都有一种互相对抗较劲的意味问题是接下来美国的选行影响的非常的大 其实他这边讲说川普胜选不会协防台湾吗 我请教一下拜登有说他会协防台湾吗 保护费的话考虑 其实都没有人讲 不知道 拜登也没有讲过他要协防台湾 其实都没有人讲 美国总统不会把这个话说死的啊 他干嘛要说死 所以川普就算真的慎选 他也不会告诉你他到底要不要协防台湾 但是他跟你要钱是肯定的 你还不给都不行 而且我们的协防台湾不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愿意多付出一点责任 用付钱的付 所以就很基本啊 我们大概这个盘子是当定的 只是看到时候被他拿多少而已 但是中美之间这种对抗的态势 主要是谁在跟谁对抗 是中国大陆现在正在挑战美国霸权吗 其实不是 你看整个北约东扩 你看美国现在在中国大陆附近 组起了好几个各种各样不同的联盟 其实是美国在主动围堵中国大陆 其实整个禁逼的态势是美国在禁逼 怎么现在讲的好像是中国大陆在挑战美国一样 我觉得很荒唐 然后现在他不过是到阿拉斯加 中俄这样偶尔来一次 你们就紧张啊 然后一下说什么侵略轴心 好像要大家去回讲去当年的轴心国 把它比拟成希特勒